这就是来自新疆的一个最新消息 这是一个台湾旅行团 在大陆进行了四路之旅 结果呢他们被困在沙漠当中 包含了领队一共有18个人 饿了整整24小时 只有少许的干粮跟饮水 团员被迫不得已大电话回台湾求救 他们昨天下午呢 好不容易离开敦煌前往新疆 结果车子才开了100公里 又在公路上动弹不得 美丽的四路之旅 却变成台湾旅行团的噩梦 由于第一届中国亚欧博览会 9月1号在新疆乌鲁木齐市开幕 当地加强安检 乌鲁木齐全程警戒 台湾旅行团就被困在沙漠中 一整个晚上 公安说当地新疆前一阵子暴动 所以当地的公安比较紧张 所以他们在管制 进新疆的车比较严格 立委严新彪办公室主任 也是受困团员之一 12天的四路之旅 才走到第6天 离开甘肃敦煌 要到新疆哈密 大约走了100公里 开始严重塞车 团员只能在游览车上 度过饱受煎熬的24小时 公午的时候 因为我们的当地的导游 跟我们的台湾来的领队呢 就想办法去找当地的武警部队 帮我们做了一点吃的给我们吃 也找到一点水给我们喝 立委严新彪 紧急向海机会和观光局球员 大陆官方解释 并没有特殊状况 不过团员描述 公路上的车辆 从上午才开始移动 4个小时才走了5公里 目前还有十几个台湾团 走同样的路线 安全通讯和饮食的问题 都希望政府相关单位协助